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众生大施主 如等学法勿签令 未来世中言法华 未令其人得佛慧 若有众生不信者 余生法中教利息 若能如是报佛恩 菩萨闻说大欢喜 如是尊次当奉行 如是三反发生言 分身诸佛还本土 多宝佛塔还卢部 诸佛菩萨及大众 闻婆所说皆欢喜 主类品比较短 主类品 这是所有28品里面最短的 可是我还是用了20句把它写 因为它是交代 所以它这时候是 释迦牟尼佛手摩大菩萨的摩 摩这个菩萨摩萨的顶 所以注意 因为这时候你要有大菩萨的乐力 你才能传法 所以我这边就写了说 我先讲这个 神力刚刚已经讲过 待会儿再讲一下 它摩顶 无量大菩萨 那怎么才是大菩萨呢 我们一起念一下这四个 预备 开始 有大悲心 学大圣法 发大愿心 行大圣行 所以你有大悲心 有大悲心 学大圣法 发大愿心 行大圣行 所以你必须要是一个大菩萨 因为这就是交代 它交代 父主的对象 它摩顶的对象就是这些大菩萨 那佛的神力 我有画一个图 这个佛有护法力 那众生有乐力 所以佛的神力 你要感受到 我们一起说 我们要靠我们的什么力 乐力 对 所以佛 你要感受到佛的神力 你要有乐力 接法 那佛陀 他给你三页加持 他有三页加持 那你念佛心为 你要以佛心为己心 那你要去佛自己的愿力 那你所有愿力以外 你要什么 去除自己的无名 然后得到清净 那广也幻华 那记住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你把这个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这样平等大会心 放在中间 这样佛的神力就接上去了 我们刚刚讲常不清福寨 我们讲这个 包括讲一个简单的外用的例子也是这样 你都要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心 所以佛陀的护法力 你如果没有愿力 你也接不到 那这个 那你最后接到以后 你要广远法徐 因为法徐是法随 把这法随传出去 那这个 就是三页加持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说 这时候要父主流通了嘛 那手磨诸菩萨摩萨顶 那手磨诸菩萨无量 手磨无量诸菩萨 那他这边就提到说 那你手去磨他 去磨这个生业 那你有父主会交代事情是口为 口言为语业 那父主必有意识的意识 就是说我一定有一个意识 我要传达这个下去嘛 所以这叫三页加持 那现在就出来问题了 他手磨无量菩萨摩萨顶 那我问你 你可以磨无量菩萨摩萨顶 是不是有无量的手 那为什么可以有无量的手 因为有神通力 有神通力才会有这样 那叫大家去专心留步 好 那这个 阿师祖 如等学法物兼令 未来世中严法华 未令其人得佛会 那这时候他把佛智慧如来慧自然慧都传下去 那这个 这里华文具有提到说 佛会 什么叫佛慧如来慧自然慧 照空的一切智 就是生文的智 照差别的道总智 是菩萨的智 并照空有的一切总智 是佛智 那我以前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会把它弄错 就想说佛智 是一切智 佛智 道总智 佛智 自然是一切总 不是这样 就是说 他要接这一段话 佛理 佛有一种智慧 他就是教生文的 他可以理解诸法皆空的这一切智 这是教生文的 那教菩萨的就是 如来 就是差别道总智 我之前把道总智有讲过 在行菩萨道所需要的种种的一些法 就是道总智 那最后自然智 自然智就是真实存在 就是说 后来我自己写了一个新的 自然智就是说 我们众生本具 它本来就存在那边的 所以叫自然智 这自然智本来就存在 自然而然本来就存在的 所以我用存在的状态 那我们修行 是不是要学佛的智 修行要学佛的智 那学了佛的智 要把这些智慧用来度化众生 那我们一般的众生 在还没感受到佛智之前 是不是感受到佛给我们的智慧 那叫如来智慧 你感受到的就是如来的智慧 他是这样讲 让你这个人去体会 我后来有把它弄懂 那如果众生不信的 余生法中世教理系 我们就用看这张图就好了 如果信的人 你当然就跟他讲法经 也说法经使得闻之大 他就会得到佛会 刚刚这个佛字 这个如来字 自然字 他都有了 你做这件事就是报佛之恩 那他不信呢 不信我还有很多法 除了他现在因缘还没到 佛智的因缘还没到 其他的神法中你跟他讲 总而言之让他高兴 自教理系 有因缘的就接过来 那没因缘的也要接 先布下先给他接应 这都是报佛之恩 菩萨文佛文说大欢喜 如是尊赤桑梦醒 如是相反发生言 分身诸佛还本土 多宝佛塔还如故 所以这些菩萨听到佛陀话 就说我们都会照佛陀您的意思去做 那您放心 就这样 讲了三次 分身诸佛就回去了 多宝佛塔也回去了 文佛所说皆欢喜 佛经最后的是不是都这样 就结束了